YY Sport族客概念店举办夜跑派对 在这场专属于跑者的慢跑饗宴中 邀请到半马王子周婷应 以及获得世大运铜牌的尤雅君 在开跑前畅谈心路历程 让现场跑者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夜晚 我觉得你一定要有训练跟比赛的一个痛苦 但是我们虽然是说是痛苦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痛苦会帮助你成长 然后最后你的汗水会换来就是收获 当然活动不是只有名人分享会 两位专业跑者在暖身后摇身一变成为领跑员 现场不论是出身制度还是出身入化的跑者 都能在这五公里的路程中尽情挥洒汗水 那很开心来到YS Sport 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有吃又有可以玩 还有很多可以体验的地方就对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也闷蛮久了 就是没有那么多人与人的互动 所以这段时间下来 今天就还蛮开心的 先自我介绍然后再带大家到外面 这种方式的跑步方式是第一次 然后觉得蛮新鲜的 因为中途还穿插一些跟跑友的互动啊游戏啊 YS Sport主客概念店在举办瑜伽和夜跑派对后 未来会推出更多活动 邀请热爱运动的大家重启运动能量 在就是夏日的期间会推出比较多篮球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也会邀请一些篮球的选手 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篮球生涯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我们知道像NBA 虽然也即将要复赛了 然后我们也会请到一些球衣达人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球衣 收藏球衣的一些心路历程之类的 暑假会有陆续其他的很多亲子的活动 也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